来了 来了 它来了 兄弟们 澳门CTM5G卡 澳门电讯啊 这个卡堆在我这儿已经堆了好几个月了 但是 懒啊 一直没有做这个视频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澳门的卡还是比较麻烦的 首先 澳门的卡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必须要这个实名认证以后它才能启用 它不像香港 你在大陆用不需要实名 澳门的卡呢 你只要想用 你必须先实名才能开卡 但其实实名也很简单 它是支持身份证来实名的 比香港那个要用护照和通信证来说呢 身份证的门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 对吧 你看这边它有写啊 插卡后 透过短信链接 它会发一个短信告诉你要实名认证 然后你直接用卖油流量 打开那个链接 进行这个实名认证就可以了 那这个卡呢 自带100块钱的余额啊 自带100块钱余额 这是一张预付费卡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处置卡 那它还有这个上台卡 那Alan呢 它跟这个上台卡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自己用的一张这个上台卡啊 CTM 它长得这样 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卡上它有一个100块钱的这个标记 那反面就长这样子 这个上台卡呢 就是这个合约卡呢 它有一个这个二维码 可能下载这个APP的 然后呢 这边其他没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卡呢 它这边有一个最后启用日期 这个到26年年底 很早很早啊 5G 预付费开启方法 插卡后通过短信链接完成预付费卡 实名登记后方可开动服务啊 这就是一个关键点 下面我们聊一聊这个卡 它有些什么套餐 简单看一下它这个官网也有介绍预付费卡服务 我们这个呢 叫5G 区有快卡 我们点个看一下 就这个 它有两种面值 一个100 一个200 这个无所谓 反正这要充钱的啊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卡3D体验 内地香港澳门3D都可以用 然后呢 它会开通一个10块钱的这个叫什么自己人计划 这个因为我们不在澳门 其实用不上 这个呢 它会每个月扣10块钱 如果你的这个余额不足10块呢 它就不扣了 然后 只要扣一次失败 后面你再充钱进去 它就不会再扣了 如果你想省这个10块钱的话 注意一下 然后这个卡的这个充值有效期呢 充值一次呢 延长这个180天 这是充值100还是200吧 大概延长180天 这个要注意一下 还有这个内地号码 这个要神明认证 没有必要了啊 浪费这个钱 这边有一个有效期的介绍啊 180天 首先这个激活日期 卡上刚刚刚才我们看到有这个激活期限到26年底 你只要去启用它就没有问题 然后激活之后呢 当天开启 该当天开始算180天 如果你在这个180天之内进行了充值 充值之后呢 会再延长180天 不是说延长180天 就重新计算180天 你什么时候充值 它就什么时候计算180天 不会叠加啊 这个要注意一下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计划介绍 这边有这个 5G3D 5G本地 本地计划 我们肯定是看5G3D啊 大家看一下 这目前的这个计划套餐呢 是这个90块钱 12个G什么原计划这个胡扯啊 我当时买这个卡回来的时候 是可以90块钱开17个G的 它居然偷偷涨价了 这人气愤啊 所以我几个月都没做这个卡的视频 然后等了两三个月了 应该不会再便宜回去或者涨回去 一开始的时候 最开始的时候啊 是90块钱10个G 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它搞到了17个G 现在呢 又变成12个G了 然后你看这边有一个19020个G 按照正常的逻辑 我们应该是越用越多 对吧 你看 它现在90块钱12个G 这边呢19020个G 划到相当于是95块钱10个G 好像还少了一点 而这边的话呢 就更鸡贼了 30个G还要290 那我为什么不多开几个90块钱的12G呢 这事然很费解啊 然后呢 还包含这个100分钟的这个本地通话 澳门本地通话 我们也不在澳门 所以没什么用 3D的收短信呢 是完全是免费的啊 接电话当然是要钱的 不要接电话 这个套单呢 是30天有效期 30天定一次 打电话的话呢 在中国内地或中国香港播的3D语音都是1块9 这个1块9不是美元啊 是澳门元 澳门本地这个4毛钱 我们不在啊 不在澳门 所以没什么用 发短信呢 是9毛 澳门本地呢 是0.25 不算贵啊 这个还挺便宜的 1块9一分钟啊 另外有一个3D数据无限计划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你买了以后 它是一次性买卖 你买了之后呢 这个 比如说你买38块钱5个G 对吧 它是长期有效的 你不用完 这个流量会一直在 你的卡只要不过期 刚才我们讲180天到期 对吧 你充值它会延长 只要你的卡一直有效 那这个套餐就一直有效 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个流量 你如果用它来偶尔来用一下的话 我觉得你开一个35块钱 38块钱5个G 它可以用180天 你每次都充38块钱的话 你每次买5G的话 一年也就几十块钱 这个还是挺划算的 但是我们用这个卡肯定不是为了去划算啊 主要是用它的这个网络 它是支持5G3D漫游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实体卡 它还是 还有这个eSIM服务啊 但是eSIM呢 比较麻烦 包括这个汽油它也有 然后还有这个漫游套餐 申请呢 非常简单 随便点击一个是你 然后你选择这个卡的种类 选择这个面值 然后呢 输个这个验证码 这个都是 都是可以用这个Java6的 邮箱 然后输个验证码就可以确认 付款之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AROMA发给你 但是啊 但是啊 我要说但是了 因为它是需要这个 这个实名制的 这个eSIM它发给你之后 你直接添加了之后呢 是没办法去使用的 除非你在澳门本地 你添加之后呢 你可以用流量上网 然后进行这个实名认证 那我们不在澳门本地的话 添加是无法激活这个卡的 记住是无法 无法激活这个卡的 那怎么去激活呢 哎 这边右下角 有这边屏幕看不到了 在在这个右下角有一个这个5G专员 大家点开这个5G专员 点击人工服务 然后呢 把你的这个订单 大家可以看到我 因为 现在是晚上啊 不在他的工作时间 把你的那个订单编号啊 包括你的身份证啊 实名认证的证件嘛 然后那个 包括你的自己的自拍照 发给这个专员 也可以怎么样呢 也可以 你它有一个售后邮箱 你问这个 客服专员要这个售后邮箱啊 那个你的订单号 你的那个eSIM的 IMEI串号 还有一些这个实名认证的这个三张照片嘛 就是身份证 然后你的那个自拍照 你发给这个售后邮箱 它会进行 帮你进行这个人工的实名登记 哦 实测非常快 我上午发达下午就给我实名登记好了 那实名登记好了之后呢 你这个eSIM才能去使用它 注意了 这个步骤它有一个 啊 前置条件 就是先实名才能去激活卡片啊 好 下面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Alan自己用的这个 啊 CTM的卡片 好 这边呢 我们打开这个CTM的 APP 啊 可以看到我这边其实是有两个号码的啊 这个呢 是我的一个这个上台的号码 啊 就是 有合约的 那这个号码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月的账单是189块钱 啊 其实我每个月的消费呢 是那个400多块钱 可以看到这个汇集啊 这个汇集呢 我是一个 遵义会的会员 那但在营业厅呢 它是那个VIP带约什么东西 但其实像我们不经常去澳门的话 那其实没什么用啊 那我这个呢 是一个iPhone15 Pro Max的这个合约套餐 呃 我实际的那个消费呢 是189 但它套 但是它的套餐呢 是 468 还是多少钱一个月的 我看一下 然后呢 包含60G的3D全速流量 然后超过60G呢 它是限速5兆 我上个月特地试了一下 它是超过之后呢 是限速5兆 然后有500分钟的通话 还有这个 WiFi 任用是这个澳门本地的 100条那个3D短信啊 因为这个上台卡呢 需要你呃 本人去澳门 现在非常简单 你用大陆的身份证 然后用那个 港澳通行车和那个通关小票 你就可以去澳门直接办理这个上台手续 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这个 澳门地址登记了 那原来是因为呃 他每个月寄送这个账单信息给你 所以你需要一个澳门地址 那现在已经改为这个电子账单了 就不需要再去这个地址了 我也跟一件亭的小姐姐呢 呃 再一次进行了确认 然后我自己也办理成功了 呃 因为这个呢 需要到澳门本地办理 所以我们不过多的赘述 那我还有一张呢 其实就是这个 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CHIO快卡 这个预付费的卡 呃 那我现在切换到这个预付费的这张卡 呃 可以看到我现在呢 呃 余额是5块钱 有效期呢 是到这个3月18号 呃 他在我原来买的这个流量已经用完了啊 后来我 后面我没有再买流量啊 因为我有上台卡了嘛 呃 如果那个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卡的话 你看这边也可以购买流量 我们看一下 本地级额外数据 这个一次性计划就是那个长期的啊 你看它这个是跟随卡有效期 长期有效的 你买多少机的流量 它是一直有效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重复性的数据啊 321 321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每个月的95块钱 12G 190 20G 我们刚才都已经介绍过了啊 这个是可以重复购买 但是它有效期只有30天 但是啊 但是可以转换为长期流量 这个是可以转换的啊 我们看怎么样把这个 短期流量一个月的流量给它转换为长期流量 我们在这个APP或者在这个官网也是可以的啊 这边有预付费卡服务 这边有个GB转易啊 就这个东西啊 因为我网站没有登录啊 我们在这个APP上面来 来看 我们点击全部服务 这边有预付卡 GB转易 找到没有 这个GB转易 这个GB转易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可以把你套餐内的流量 哦 因为我这边的流量已经没有了 所以不能转了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就是你把你的流量转给另外一个澳门的这个 预付费卡 就相当于这个这个处置卡 然后呢 比如说你10个G的流量 你是本来是30天有效 你转给它之后就变成是长期有效的了 然后它再把它的10个G 再转给你 也就变成了长期有效的了 所以说你可以长期 去使用这个90块钱10个G的流量 这是澳门CTM独有的一个功能啊 好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大家喜欢的测速环节吧 我这边漫游的是中国移动5G啊 我实测的漫游连通5G呢 不太稳定 它会4G5G跳个不停 但是连通移动5G呢 只要有它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没有5G呢 它会漫游移动4G 那这个卡漫游移动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在我在深圳可以测到1000兆左右 那目前呢 我在这个内陆城市啊 我们看看它这个速度有多少啊 我们测速节点选择的是这个澳门的 啊 CTM宽带的这个节点啊 现在测只有30兆左右啊 可能我这个位置的信号不太好 但是这个跟你当地的这个信号有关 在信号好的地方呢 是轻松可以测到这个八九百兆的这个下载速度啊 非常非常可笑啊 中国内地的自己的手机号都测不到这个速度 你要开通非常非常贵的套餐才可以啊 正常都是一两百兆啊 然后就是关于它这个IP的问题 它这个IP呢 是113开头的这个澳门CTM标准的那个IP啊 CTM呢 它是澳门的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最纯粹的一个澳门的运营商啊 而且是最富的 它的网络是最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啊 那在这个澳门本地使用的话呢 我们不谈啊 它是直接连接澳门 的服务器 对吧 你访问各种网站 但是如果我们在大陆使用这个澳门的手机卡的话 它的优势就体验出来了 首先 你在 你在连接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呃 中国移动信号基站之后呢 中国移动它是不处理你的数据的啊 它是通过也是相当于是这个内部VPN的形式 直接把你的数据呢 转发给澳门的运营商服务器网关 注意了 直接转发给这个澳门的运营商的这个网关 然后呢 它经过它的网关处理 然后你再去访问 啊 访问中国大陆 或者是访问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个网站 那么在中国大陆往澳门这一段呢 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你在使用这个卡 访问 啊 国际网站的时候呢 大家都一样 对吧 你通过大陆 然后转发到澳门 然后通过澳门再去访问 就相当于你搭了澳门一个节点一样的 但是呢 如果你访问中国大陆的网站呢 你是先从大陆到澳门 然后再返回来访问大陆的网站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网络质量就非常重要了 ATM呢 它是这个全程三网GIA 就是你访问这个任何的这个大陆的网站 他都是啊 就是民用层面 你能接触到的这个最好的这个网络质量了 所以说我们用它来长期的大陆使用 不管是访问大陆网站还是访问境外网站都非常非常的流畅 好 简单跟大家提嘴一嘴 然后这个IP呢 澳门的IP呢 非常的好啊 除了ChatGBT不能使用之外 因为ChatGB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整个的这个中港澳地区呢 都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 呃 除了ChatGBT啊 像TikTok啊 什么呃 奈飞 乱七八糟的东西 油管什么的 它都可以去使用 没有任何限制啊 包括这个P站啊 没有任何限制啊 当然你使用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流畅啊 没有任何的这个延迟啊 我用它甚至我用它来刷国内的这个呃 微视频啊 这个抖音什么的 都是没有任何延迟的 非常的流畅 当然你的信号也好啊 那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推荐大家去澳门本地办这个上台套餐啊 拿个手机什么的 还是非常划算的 但如果你只是搜索验证码呀 对吧 偶尔的这个 这个上一下网站的话 那你办这个处置卡呢 预付费卡呢 是非常呃 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如果你有这个卡 你需要把这个流量转化为长期流量呢 我们可以互相来转 那我们本期视频呢 就简单讲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吧